大家好,我是小龙虾 又来抓沙蟹了 那边,一窝窝的 大家好,我是本费哥 大家好,我是二哥 刚刚我们抓了一些海鲜 然后吃完了 然后现在刚好碰到沙蟹出来 现在的话我们就先不回去了 对,本来刚刚吃完东西了 也要想回去了 但是看到这里有太多沙蟹了 小龙虾说,不如我们就抓一些沙蟹 回去做沙蟹子 今天小孩那么喜欢 我们就带他去抓一些沙蟹吧 现在我已经晚上了,沙蟹都已经出来了 看到没有,那一大片全都是 来吧,我们先去抓 不,不等后面的那边了 不等后面那边了 后面那边还在喝可乐 跑了,跑了,跑了 桶都掉了,看到没有 这里的都是沙蟹啊 抓呀,快抓呀 来来来来 你看一下,抓完点了就跑了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这边,这边,快点,快点,快点,过来 抓啊 全部跑完了,跳得太大声了 我们 小龙虾在那里抓了 我去看一下小龙虾 小龙虾抓到后面 看到没有 这里白花花的一片全都是 冲外一个啊,在这边冲啊 看到没有 有密集恐惧这样的千万兵过来看 哇,这里 跑完了 哇,这边,这边,这边 来不及了 这边,这边,这边 都练得好 呀 我去抓他很快 这边好多 快点 快点 跑得很快的 快点,跑完了 那边还有一点 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 那边有 快点追 快点,跑过去都没有了 快抓 这个可以锻炼小孩 非常不错 哎呀,跑累不累 累 现在抓沙西的话 还看了间路 沙西的话就跑得非常的快 等一下 看不见路的时候 我们再抓的话 那个沙西就跑得比较慢一点 一下子我们就可以抓蛮桶了 看两兄弟抓沙西 抓着抓着 人家还拎了是吗 先慢一点走 让天是再暗一点 然后呢 他们就渐渐出来多一点 我们有东西会不会被人偷了 不会吧 去抓吧 那里有好多 快去追 哦,这里也有 别吼那么大声啊 太大声了 快点 千斤半马 这里抓一点 过来跟爸爸走 口太大声了 还没到 沙西都跑光了 这里 这里 赶紧抓 哦 这么多跑过来都没了 那边还有好多 怎么办 哎 还没跑过来就走完了 口太大声了 弟弟 弟 哎 封口就要封一下嘴巴先 今天的收获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应该也够做一瓶沙蟹机了 现在的话先带小孩回去了 因为小孩的话 只能这个时候下来抓 不能晚上来抓 你晚上的话要睡觉 这里的就是昨天抓的沙蟹 现在自己挤干净就可以做沙蟹枝了 这个就交给小龙虾了 这里面 等一下帮你拿去卖 还卖多少钱就给你好不好 嗯 还是留着自己吃 我想卖钱 想卖钱 现在已经倒水了 现在开始洗 把这清洗干净做完 沙蟹之后就拿去卖 看能装多少瓶 一瓶就一斤 看我们昨天抓的有多少斤 现在我们已经洗干净了 立刚准备了 开始做沙蟹之 首先把一半的盐放进去 放一半就行了 不要放太多 放完去吧 放多一点吧 可以了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海盐 把它炸的碎碎了 就搞定了 各位看我能挣多少钱 我跟我弟去买冰淇淋了 因为现在的天气非常热 等一下你跟弟弟拿去卖吗 去哪里卖 还是给我帮你卖 给你帮我卖 那我要收一点钱的 啊 我要收一点钱的 看我挣多少钱 这里最多就能挣三块钱 等一下我给三块钱 你这里的东西就交给我了 在本地卖的话 容易卖出去 如果卖出去外地的话 有些人他吃不习惯 他说是那种什么什么 怎么那种味的 我也是吃不习惯 只有我爸和我妈 还有反正是北海这边的人 几乎都吃得惯 都觉得很好吃 特别是那个白切鸡和这个沙蟹汁 我妈吃 是我妈和我爸是最爱的 这么一点点都不够我们吃 卖给我吧 三块钱 怎么样 三块钱可以吧 应该可以吧 可以啊 我爷爷买一条一块五的冰淇淋刚好合适 是不是 对啊 也值了 现在已经做好沙蟹汁了 再倒点水进去 搅拌均匀 这样子的沙蟹汁就做好了 现在把这些沙蟹汁放在罐里面 这个罐可以装很多沙蟹汁的 这些沙蟹汁才刚刚好填满 这个的底而已 已经沙蟹进去了 把这个罐扛来这里 塞一下 会更香 塞过的 比没塞过的更香 塞三个小时就可以拿回去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